自从贤妃去了静香安,皇后娘娘果真大好了,满皇宫的人无不夸赞贤妃娘娘精诚所致,感动了佛祖。贤妃听说之后几乎吐血,恨不得弄个叶真真的小人来扎一扎。 且说姬吴旧对于叶真真的怪病从未放弃治疗,不过她现在打算纠正一下之前的思路,在男女房市上,最有发言权的人并不一定是太医,而应该是……所以她又关顾了翠方楼。 大概是过年的缘故,男人们都出来找乐子了,所以翠方楼的生意很好,人一多了,难免遇上熟人,几乎就眼力好,看到某一个品级不低的官员,在对方未发现自己之前,及时抓起桌上的茶壶挡住了脸,她也知道,身为天子,灌花楼实在是不大光彩。 嗯……作为皇上的贴身大太监,可以说冯友德出现在哪里,就代表着姬吴旧出现在哪里,所以,皇上,您还是别遮着啦。 那官员从冯友德的眼神中,微妙地读懂了他的意思,赶紧回避,闪进了一个包尖。 姬吴旧让老宝迅速开了个哑尖,把红云换了上来,红云拧着腰款款地走进来,给姬吴旧倒了杯茶,调笑道, 姬公子,您来了,可是想奴家了。 姬吴旧被他调戏多了也就习惯了,闷头不语,端过茶来想要润润嗓子,然而一低头,看到茶杯内壁画着一幅春宫图, 一双男女不拙片缕地纠缠在一起,笔触纤细栩栩如生,姬吴旧顿时一阵地倒胃口,远远地把茶推开。 红云立刻让人重新换了茶来,笑道, 姬公子,这次找奴家来可是又有什么疑问? 姬吴旧有点不好意思,有些话跟医生说起来很坦然,跟个女人一说就有些别扭, 虽如此,她还是遮遮掩掩掩地说了,然后充满期待地看着红云。 红云听她说完便说道, 我当是什么大事儿,原来就是这个。 纪公子,您夫人这哪里是病,她呀,是心里头干净。 和解。 这个公子,我先要冒闷问您一句,您家里除了尊夫人,是不是还有些别的急切? 姬吴旧点了点头。 有多少? 大概几十个吧,她自己其实也不大清楚。 什么?不能骂人,不能骂人。 红云一个劲地给自己做心里见证,这是财神爷,这她娘的是财神爷,不能骂。 姬吴旧见红云脸色有意,便问道, 她与此有关? 有大关系。 红云恨铁不成钢地看了她一眼。 公子啊公子,奴家,头一次见是您这样的男人。 若说您不解风情吧,家里放着几十方机械,怎么可能是个情场的木头? 可若说您通晓风月,您又这般,这,这般,哎,算了。 她住了口,自顾端起茶来喝。 纪吴旧知道自己被鄙视了,忍了忍,又说道,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? 还能是怎么回事啊? 她呀,是嫌弃您女人太多,身上不干净。 姬吴旧头一次听说这种奇谈怪论,怎么可能? 这么说吧,红云放下茶杯。 我看您也是个爱干净的,如果换作是您, 若是有个服侍过很多男人的青楼女子想要与您换爱,您会怎么做? 纪吴旧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,有个青楼女子脱光了,爬到她的笼床上,对她自荐枕席,她会怎么样? 拖出去。 于是,她就有点明白了。 看着姬吴旧一脸嫌弃的表情,红云故意捂着胸口道, 公子,你太不留情念了,让奴家无地自容。 纪吴旧特别上道,连唇舌都懒得废,把银票摸出来,往桌上一拍。 红云顿时欣喜无比,抢过银票喜滋滋的数着。 我还有一个疑问,为何别的女人都不介意,只有她是如此? 红云低头数着银票答道,奴家也有一个问题,为何那么多男人都爱来我们这里找乐子,您来了之后却连杯茶都喝不下去? 纪吴旧被问得哑口无言。 所以说,她把银票收好,您哪,其实跟尊夫人是一路人。 那么,我要怎么做? 说了,您也未必能做到。 你说。 很简单,把你的小老婆们都解散了,以后只疼她一个人,这个你能做到吗? 纪吴旧再次哑口无言,她好像确实做不到。 所以了,奴家在这里说句实话,公子您不要介意,我一开始还以为您对尊夫人是真心实意的,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 她语气中的计讽,让纪吴旧听着很不舒服,她站起身,告辞,公子慢走。 红云把她送到门口,关好门之后,不懈地哼了一声。 哼,男人。 纪吴旧心事重重地回到了皇宫。 自从她知道叶珍珍的怪病竟然根犹在此之后,她的心里头就酸酸胀胀地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不像是欢喜,但也不是讨厌。 一想到叶珍珍不和她欢好是因为她有太多女人,或者说叶珍珍希望她只有她一个女人,她就觉得既意外,同时心脏又似乎浸透着那么一丝甘甜,就好像叶珍珍是个醋坛子。 对,叶珍珍这样,简直就是个天然的醋坛子。 男人对于杜妇的态度本来说是讨厌或者轻视,但如果叶珍珍是个醋坛子,纪吴旧觉得反而会使她显得更加可爱。 纪吴旧很纠结,想要和叶珍珍行房,就必须放弃其他女人,她自己都觉得这不大可能。 可是如果不那样,她又不能碰叶珍珍,这一点同让让她难以接受。 再一想,就因为叶珍珍,她当和尚似乎已经当了很久,并且有越来越适应的趋势,她就更纠结了。 于是这一晚,纠结的皇帝陛下没有去昆宁宫,而是自己睡在了乾清宫。 第二天是元宵节,满京城挂着各式各样的花灯,街上人来人往,不少大胆的年轻男女并肩走在一起说说笑笑。 天幕上不停地开启大朵大朵的烟花,像是仙女们捉着彩虹迅速舞动的光影,映照着满城男女欣喜的脸庞。 纪无旧和叶珍珍也出来灌花灯了,叶珍珍难得出宫一次,看到什么都喜欢,吃的玩的,网友才和冯友德身上挂满了东西,她还不尽兴。 街上人来人往,笔尖皆种,纪无旧怕和她走散了,一直攥着她的手,又不想别的男人挤着她,所以揽着她的肩膀,几乎是把她扯进怀里。 既然是元宵节,自然少不了猜灯迷的去处。 城北一个猜灯迷的大擂台,是京城某富商主办的,出手大方,踩头让人很流口水。 灯迷难度分甲乙丙丁四等,高级的灯迷猜的时候需要押钱,奖励丰厚,低等级的则不需要,当然奖励也一般。 地后二人站在人家擂台前,专检假等的灯迷猜,结果把人家值钱的宝贝都快迎光了,饶势那富商家资抛风,这会儿也心疼得连有点发青。 叶珍珍什么东西没见过,眼下也不贪图人家东西,随便挑了几件看着好玩的,剩下又得还回去了。 于是他们赢了人家的东西,人家还得对他们千恩万谢。 季无旧只拿了一对双鱼配,两条鱼是扣在一起的,那可以拆分开,鱼嘴上穿着红绳,用来挂在腰上。 季无旧把两条鱼分开,自己挂了一个,另一个给叶珍珍,又怕他不带,便笨手笨脚的亲自帮他系在腰上。 叶珍珍腰上被他碰到痒处,禁不住哈哈大笑。 素月、网友才、冯友德在旁边看的不忍直视,纷纷在心内慌喊,你们就能不能注意点场合? 一行人来到河边,有不少人在放孔明灯。 素月买了好多,叶珍珍和季无旧站在河边一起放。 孔明灯用一种薄薄的淡红色的纸张做成,外形不似一般的孔明灯那样成筒状,而是杜大投原。 里头的火光点燃之后,整个灯笼散发着明亮的红光,像是一个大橘子。 叶珍珍捧着他站在河边,等到手中的大橘子一个劲地向上冲时,便松了手,看着大橘子飘飘摇摇地缓缓升空,像是一朵不消不散的烟花。 叶珍珍不自觉地和他挥了挥手,既无旧抓着孔明灯,眼睛却在看叶珍珍,此时的他仰着头,白皙的脸上映着温暖的红光。 侧脸线条柔和,英唇半张,好齿微露,眸子精亮璀璨如星辰,正大睁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那一团越来越遥远的红光,表情呆呆的,眼神却又灵动无比。 纪无旧只觉得胸口一阵悸动,整个世界仿佛退潮的海水一般,全部都离他而去,只于他的身影,红似火,亮似光,柔和似雾,明媚如霞,照得他心间怦然恍然,仿佛千军万马过境,沉烟似起,兵花马乱,又似山红爆发,千里低溃,何则一片。 纪无旧不自觉地捂着胸口,痴痴地看着叶珍珍。 叶珍珍转过身,看到他表情蒸蒸的,一双眼睛却亮得不正常,便冲他灿然一笑,你不玩吗? 纪无旧把手中的孔明灯丢开,走上前,双手拉着叶珍珍的双手。 怎么了?叶珍珍抬头看他,纪无旧未答话, 他低头,双唇轻轻贴上叶珍珍的额头,双目紧闭,浓长的睫毛微微抖动。 地上的孔明灯滚了两下,竟然挣扎着又飞了起来,掠过二人脸庞,摇曳如一尾小帆船,远远地挂上天空。 夜幕中突然绽放开千万朵烟花,五彩缤纷,几乎点亮了大半个天空。 那个天空,那个天空,那个天空。